52岁蓝心梅开心带爸爸出游,老妇却因包住纸。尿!不不好意思要她!瞬间泪崩。 完整影片在文章最下方,为人子女一定要好好孝顺父母。艺人蓝心梅与父母感情相当好,日前她透露带爸爸去日本京都玩,老妇因为穿住纸。尿!不感到不好意思,说住说住境为撒摄影棚,让不少网友心有气气烟。 蓝心梅表示,虽然现在已经年过半百,但爸爸还是把她当成小孩子,她总会跟父母说,我都已经50岁了,你们不要担心我啦。 日前,蓝心梅带着爸爸去京都玩,父亲因为年纪大不太能走,也不太能咬失误。 当她倾助爸爸去厕所时,爸爸因为穿住纸。尿!不觉得不好意思,要她不要看她。 这一瞬间让蓝心梅不舍,说,以前你帮我们换尿。不,现在我帮你换尿。不,不管你几岁我都爱你。 蓝心梅说住说住泪撒摄影棚,让在场人员也都跟住掉泪。 真让人不舍,大家真要好好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光。 劝孝,作者,赵与你。三复两额丝二亲,亲恩天地无比伦。 生我居我常遇我,出入父母和坚心。为人这子欲报得,无天于我心网集。 顺承有口莫仇恩,旷感望安未备。 逆。自帮有乃多笑意,献戏远有层餐礼。 后来因毕大贤名,却亦礼名为养智。 乃至里有笑顺人,至今名号尤方芬。 人心天理不相远,前贤笑行狐不尊。 其俗宝额兰可叹,消敬之徒似其汉。 不免父母取劳恩,备得备礼如习惯。 此事虽云未必然,我乃文之毛发寒。 一朝隐秀深自责,有我教化有味格。 思熙曾为贵相令,见仁母子偶相敬。 另因替出受孝惊,母子凡然起心境。 鱼金告如意姻缘,如意稀罢就恶圈。 从前果报言难尽,孝顺之中自有天。 一起来看看节目内容。 喜欢这篇文章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